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讲室将为大家介绍云端试算表第一部分 同样的首先为大家介绍本章的课程目标 首先为大家介绍Google云端试算表 接着为大家介绍Google云端试算表的环境 基本编辑功能以及如何设定储存格的格式 而本章的目标分别依序无下 分别为大家说明Google云端试算表 以及其相关的设定 介绍如何以Google云端试算表建立 以及上载试算表档案 并且了解Google云端试算表的基本编辑功能 首先为大家介绍Google云端试算表 Google云端试算表最早是由 2Web Technologies这家公司所开发的 网页版试算表编辑软体 原名为Excel2Web 而这个软体在2005年被Google所并购 并于2006年6月推出名为 Google Labs Spellsheet的版本 而在2009年7月正式推出Google Docs 也就是所谓的云端文件 分别包括了以下的功能 包括了Google云端文件 也就是所谓的Google Docs Google云端试算表 Google Spellsheet以及Google云端简报 Google Presentation三大功能 而在2012年4月24号 Google则推出Google云端硬碟 Google Drive 整合了原有的Google Docs 成为Google云端硬碟的功能之一 而Google云端试算表 为一个类似于Microsoft Excel的试算表编辑软体 但不同的是 Google云端试算表 仅需透过浏览器 不需安装及设定任何额外的软体 则可编辑试算表 而与Microsoft Excel的最大不同在于 可以线上建立试算表 或者从电脑汇入试算表 并且提供即时共用与合作的功能 安全储存以及组织试算表 我们并且可以选择 可以浏览试算表的相关使用者 而Google云端试算表 并且提供了以下的功能 依序分别为 上载并转换Microsoft Excel OpenOffice CSV Test 也就是所谓的纯文字档案 或者是Start Office Writer 等档案格式 我们也可以将试算表 以Microsoft Excel OpenOffice CSV Test PDF HTML 格式 或者压缩成压缩档格式 下载至电脑当中 而Google云端试算表 并且提供建立图表 以及小工具的功能 而透过格式化与编辑公式计算结果 可选取整理资料的公式 提供自动储存的功能 提供多样化的范本 我们可以直接套用到试算表当中 当完成试算表之后 我们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 邀请其他使用者 共同编辑或者检视试算表 我们也可以将试算表 砍入于网页 或者以网页的形式 发布到网页网路当中 并且提供 线上即时协同合作的功能 我们可以透过这功能 与其他的编辑者 进行即时通讯的 我们也可以查看修订版本记录 并且回溯到任何一个版本当中 而且Google云端试算表的档案上限 为40万个储存格 每张功能表最多为256个栏位 上载的试算表档案 经过转换成Google试算表表格之后 它的档案大小不能超过20MB 而每张工作表的储存格上限 为40万个 及256个栏位 几乎支援所有的作业系统 以及浏览器 但是为了流畅性 我们建议使用Google Chrome浏览器 接着为大家介绍 Google云端试算表的工作环境 欲使用Google云端试算表 首先需要登录Google云端硬碟 而建立Google云端试算表的方式 包括了建立以及上载两个部分 其执行的按钮位于Google云端硬碟的 导览面板的左上方 点选左侧的建立按钮 并选择试算表选项 则将开启一个空白的 Google云端试算表 并会在Google云端硬碟的 浏览清单当中 新增一笔试算表项目 并以这个图示显示 接着为大家示范如何建立Google云端试算表 同样的 首先我们必须要登录到Google云端硬碟当中 接着在Google云端环境的左上角 分别有两个按钮 左边为建立 右边为上载 我们首先点选建立按钮 将出现建立选单 分别可建立资料夹 文件 简报 试算表 表单 绘图 以及指令码等等 在此请你点选试算表 则可建立一个空白的试算表 一个新的试算表建立之后 它是一个没有标题的试算表 而同样的回到刚才的画面 我们也可以透过上载的功能 将Microsoft Excel等相关格式 上载到云端硬碟 请点选右侧的上传按钮 上传的选项分别包括了档案以及资料夹 在此我们选择档案 接着在开启旧档的资料夹当中 请点选相关档案 比如说我们选选桌面的试算表档案 接着按开启旧档 则可将此试算表上传至云端硬碟当中 接着为大家说明Google云端试算表的工作环境 Google云端试算表的工作环境 分别包括了试算表标题 选单 工具列 目前工作表编辑区域 工作表标签 以及试算表功能按钮 依序为大家介绍 首先为大家介绍试算表标题 试算表标题 Title 位于云端试算表的工作环境的左上角 为Google云端试算表的标题以及档案名称 请注意 这个标题是标题以及档案名称 一个新的试算表 其预设的标题为无标题的试算表 预修改试算表的标题 我们仅需点选这个试算表标题 系统将会显示重新命名试算表 对话框如本图所示 接着输入新的试算表名称并按确定 则完成试算表标题的设定 此外Google云端硬碟的浏览清单当中 该笔试算表的档案名称也会随之变更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各位同学大家好 在上集当中我们为大家说明 如何设定试算表标题 接着同样为大家示范 如何设定试算表标题 请大家回到刚才的范例 一个新建立的试算表 我们可以看到左上角显示 无标题的试算表 代表它的标题以及档案名称 为无标题的试算表 我们要变更试算表的名称 可以直接点选这个无标题的试算表 点选之后将显示重新命名试算表 在重新命名试算表对外框当中 我们只要输入新的试算表名称 例如设定New 接着按确定 则可变更试算表的试算表 而同时在Google云端当中 这个档案的名称也会跟着变更 接着为大家说明选单 选单分为档案 编辑 检视 插入 格式 资料 工具 说明 等功能表 提供一个完整的试算表编辑功能 选单分为包括了档案 以档案选单为例 提供了试算表 档案 基本功能 包括了 共用 新增 开启 重新命名 建立副本 汇入 查看修订版本记录 试算表设定 下载格式 发布到网络 传送电子邮件给协作者 以电子邮件附件传送 列印等功能 接着为大家说明 工具列 工具列 Toolbar 位于选单的下方 如本图所示 工具列列含快速件 使用者可透过快速件 执行常用的编辑功能 比点选选单的方式更为方便 而快速件 由左之右 亦需为列印 复原 取消复原 套用格式 采用货币格式 格式化为百分比 其他格式 设定文字字形 设定字形大小 粗体 斜体 删除线 文字颜色 填满颜色 边框 合并储存格 水平 对齐方式 垂直 对齐方式 设定自动换行 插入注解 插入图表 筛选器 函视 输入法 等等 接着为大家说明 目前工作表编辑区域 工作表是四算表的主要工作区域 位于四窗的正中央 一个标准的工作表是由横列 直栏与储存格三个部分所组成的 其中工作表类横向的部分 我们称之为列 英文为row 音序分别以数字123为其编号 而工作表类纵向的部分 称之为蓝 我们也称为蓝 英文为column 依须以英文字5 ABC为其编号 而每一横列跟直栏交汇的方格 称之为储存格 seal 并以某栏某列来称呼 例如A1 代表低栏低列的储存格 至于储存格的区间 则是以冒号来隔开 例如A2冒号C5 代表由第一栏第二列 到第三栏第五列 总共有12个储存格 而若是不连续的储存格区间 则再加上逗号来隔开 例如以下范例 A2冒号C5 逗号A10冒号D12 代表由A2到C5 以及A10到D12两个不同的区间 工作表标签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工作表标签 工作表标签位于四串表的左下方 用于显示工作表的名称 一个Google云端四串表 允许建立多个工作表 而新建立的四串表只有一个工作表 预设的工作表名称为工作表1 我们可以点选加号图示 以新增工作表 点选此图示 则可以显示工作表的快选选单 可快速切换到其他的工作表 而直接点选工作表标签 则显示工作表标签的选单 选单的内容分别包括了 删除 复制 复制到 重新命名 保护工作表 查看评论 向右移 向左移等等 同样的为大家示范工作表标签 首先请切换到刚刚新增的试算表 我们可以在左下方看到了试算表的相关选单 分别有加号 横线 以及工作表的选单 点选加号则新增一个新的工作表 并且依序以工作表1 2命名 而点选这个选单 则显示所有的工作表 可以快速切换到不同的工作表 例如点选工作表1 则切换到工作表1选单 假如我们点选工作表1这个选单 则会显示工作表1的相关选单项目 分别包括了删除 复制 复制到 重新命名 保护工作表 隐藏工作表 查看评论 向右移 向左移等各种不同的选项 例如我们要将此工作表向右移 我们可以定选向右移这个选项 则工作表1则会移到右方 接着会大家说明 试算表功能按钮 试算表功能按钮 位于云端试算表工作环境的右上角 包括了注解 以及共用按钮 接着会大家介绍 基本编辑功能 Google云端试算表的操作界面 类似于Microsoft Excel 提供使用者熟悉的编辑环境 因此使用者可以用很快的速度 熟悉编辑的功能 只要透过选单 或者工具列按钮 便可设定文字字体 变更字形 储存格 框线样式 对齐方式 调整横列 以及直栏各种操作 接着会各位同学介绍 如何设定字形 以及大小 一个新建立的Google试算表 其预设的字形为error 而其内间的字形分别包括如下 预编跟字形 首先你可以选取列 蓝 储存格 或者储存格区间 接着点选工具列的字形快速键 变更字形 变更字形 则会套用到选取的列 蓝 储存格 或者储存格区间当中 而于编更字形的大小 同样的首先选取列 蓝 储存格 或者储存格区间 接着点选工具列的字形大小 甚至整个试算表 以储存格区间为例 甚至整个试算表 以储存格区间为例 首先选取储存格区间 接着点选字形快速键 选择类件的字形 譬如我们改变成新细名体 则这个储存格区间 则会修改成新细名体的字形 同样的 以设定字体为例 首先请选取储存格 横列 或者直栏 甚至储存格区间 接着点选工具列的字形大小快速键 内件的字形分别包括6点 7点 8 9 10 11 12 14 18 24 36等等 例如我们将字形修改为24 则此储存格的字形大小 则会修改为12点字形 以上就是示范如何设定文字字形 以及文字大小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各位同志大家好 接着为大家介绍字形格式 字形格式包括设定文字的出体 写体 底线 文字颜色 储存格背景颜色 我们可以透过工具列快速键或者格式选单设定 预设定出体 写体 底线或者删除线 同样的 首先先选取列 蓝 储存格或者储存格区间 接着点选格式 出体 写体 写体 删除线选单 或者直接点选工具列的出体 写体 删除线快速键 则完成设定 同样的为大家示范如何设定字形格式 请回到刚才的范例 首先我们可以点选 储存格或者横列 直栏 甚至储存格区间 接着点选格式 在格式选单当中可以点选出体 写体 底线 删除线等选项 我们也可以直接点选工具列上面的出体 写体 删除线等选项 例如设定出体 则所选择的储存格 字体将改变为出体 我们也可以点选写体 则改变为写体 再按一次则恢复成原来的字体 接着为大家介绍如何设定文字颜色 预设定文字颜色 首先选取横列 直栏 储存格 或者储存格区间 接着点选工具列的文字颜色快速键 显示文字颜色对话框 选取预编更的颜色 则完成文字颜色的设定 同样的为大家示范如何设定文字颜色 首先回到刚才的范例 同样的选取储存格 接着点选文字颜色快速键 将显示文字颜色设定对话框 在这边我们可以设定不同的颜色 例如选择红色 则完成文字颜色的设定 条件式格式设定 Google提供一个很相当特殊的功能 叫做条件式格式设定 Google云端试算表 提供条件式格式设定的功能 点选文字颜色对话框下方的条件式格式设定 将显示条件式格式设定对话框 选择条件 例如大于 等于 或者小于 并且输入数值 文字 或者日期作为条件 接着选择文字 或者背景颜色 并按储存规则按钮 则完成条件式格式的设定 储存格的内容只要符合所设定的条件 而文字以及背景颜色就会变更成所设定的颜色 我们也为大家示范如何设定条件式格式 首先回到刚才的范例 选取储存格区间 同样的点选文字颜色对话框按钮 在对话框下方有条件式格式设定按钮 点选这个按钮将显示条件式格式设定对话框 这功能是Google云端示范表特有的功能 接着我们可以依序设定 例如条件 文字条件 日期条件 或者数值条件 例如以数值为例 我们可以选大于 例如大于数字2000 那我们可以设定文字颜色为蓝色 背景颜色为红色 接着按储存规则点选之后 我们可以发觉 由于所选取的储存格 所有数字都大于2000 所以它的文字颜色将变更为蓝色 而背景颜色将变更为红色 而这个功能就叫条件式格式设定 接着我来大家说明如何设定储存格框线样式 预设设定储存格框线样式 首先选取横列 直栏 储存格 或者储存格区间 接着点选工具列的边框快速键 其按键预设为 所有框线 类框线 水平框线 垂直框线 外框线 框线颜色 左框线 上框线 右框线 下框线 清除框线以及框线样式等等 在设定框线之前 可先点选框线样式快速键 以设定框线的样式 我们也可以点选框线颜色快速键 以设定框线的颜色 接着选择各种框线快速键 再完成储存格框线的设定 同样的为大家示范如何设定储存格框线样式 请回到刚才的范例 首先选取不同的储存格 或者储存格区间 接着请点选边框样式 我们可以看到在选单上面 有各种不同的框线样式 例如所有框线 类框线 外框线 水平框线等等 我们可以首先点选框线颜色 设定框线的颜色 例如选择为深蓝色 我们也可以选择框线的样式 例如粗体 斜体 例如粗体 虚线 或者虚线等等 例如选择虚线 接着点选各种不同的格式 例如所有框线 我们可以发觉 所选取的储存格 所有框线都设定为 刚才所选择的框线样式 接着为大家说明 如何调整横列以及直栏 预调整横列以及直栏 最简单的方法 是用滑鼠直接拖曳边框框线 以调整列高为例 首先将滑鼠移到 横列标题的分格线上 此时滑鼠的游标将变成垂直调整 游标 接着按住滑鼠左键不放 以滑鼠移动横列分格线 至适当的位置之后 将放开滑鼠 则完成调整列高 以调整列宽为例 首先将滑鼠移至直栏标题的分格线上 此时滑鼠游标将变成水平 调整游标 接着同样按住滑鼠左键不放 以滑鼠拖曳直栏分格线至适当位置之后 再放开滑鼠左键 则完成调整栏宽 接着为大家说明 储存格格式的设定 设定储存格格式 由于储存格的资料 可以是文字 数字 货币 日期 等 因此在输入资料之后 可借由储存格格式的设定 让资料更加清楚易读 储存格格式可由格式数值选单 或者直接点选工具列的采用货币格式 格式化为百分比 其他格式快速键设定 例如本图所示 而格式又细分为概数 小数位数 财务 工程 货币 百分比 日期 时间 日期时间 小时 以及存问质等等 以上为本讲式的所有重点 谢谢各位收看 下次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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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你 s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